上海上证指数从14号开始连续两天出现震荡 上涨力道似乎预振乏力 中国股民与投资人恐怕都很关心 中国股市是否探底 但有外媒分析中国股市看似回稳 却潜藏诸多风险 如今的震荡反弹是否可能只是 下一波风暴到来的前兆 带您来看 中国官方启动暴力救市 周一A股出现大规模复牌潮 而截至周二天牌加速785家 占整体上市公司27% 中国股市是否信心回笼开始主题 华杰日报专栏作家傅志峰撰文指出 14号中国市场开始出现分化 上证A股全天震荡 主力资金开始出现撤退迹象 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 为了遏制股市下跌 官方出台禁止场外配资的举措 影响市场流动性 境外基金外资连续7天出现撤离 政府这样子做一个限制之后 其实导致于市场这些 这些所谓的配置的资金 要开始紧缩 紧缩的过程 当然就造成市场的一些恐慌性 CNBC财经节目 Trade Nation分析指出 中国股市近期表现 跟1929年道琼指数下跌 极其相似 两者神似之处 已经让分析师不敢碰触中国股市 GAM投资总监 Michael Line也曾表示 人为干预让市场充满恐慌和沮丧的气氛 当局让一半的股票停牌 让中国变成一个无法投资的市场 官方干预下 暂短的股市回稳 可能酝酿更可怕的市场流动性风险 在中国几乎全民皆股民的当下 幸运躲过一劫的散户投资人 为数不多 中共当局力求政策牛市 但国家人为操控 真的抗衡得了市场极致吗 周三 中共官方公布局DP成长达标7% 上海A股却反而一度走跌3.1% 投资人心里似乎早已有了答案 下期是程慧瑶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